前天我講一個高雄負債三千億的 昨天新聞出來 我剛剛看到的姚天室裡面有人在問 有人標註我 你標註我齁 結果把我標註到哪裡 三立的粉絲團 下面差不多一兩百個留言在罵我 館長這個肌肉腦袋 選舉要到了 你們在講說沒有啊 什麼陳菊執政啊 什麼又還了一千兩百億 我實在是看到那個東西 我實在是快要吐血 好啦 那我今天又來問 我今天又想要問 柯P講了句話 如果借錢不用利息的話 大家都來借 我是要講說第一個 你又不回答我這個 你一直回答我沒有啊 我們財政狀況良好啊 我們陳菊還了一千兩百億 喔是喔 請問現在欠幾億 兩千九百多億 不是啦 你們所謂的透明公開 你們懂我意思嗎 你說歡迎來查 幹你娘勒 每個政府都說歡迎來查啦 來啦 我跟你講啦 幹你娘七八勒 校長也你在做啦 校友也你在做啦 幹你娘勒 校長跟公金都你們家的人啦 哼 媽的 球場上 幹你娘勒 裁判跟求證 都是我的人 幹你怎麼跟我鬥 你整個政府都你的 中央也你的 你娘 你法務部也你的人 你整個 立委又過半 你整個都按插你的人 你叫他們去查 要查什麼 要查什麼 啊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還是三千億啊 你去看 他說館長請不要以而傳而 網紅不要以而傳而 然後上面那個解釋 我真的是看到真的快吐血 重點是你是不是負債嘛 你是不是負債兩千九百億嘛 然後你的地賣了五百筆土地嘛 賣了五百筆土地來還債 都賤賣土地 都賣超便宜的 你還是負債兩千九百億啊 然後 一句話重點的一句話 你這兩千多億 他一年的 一年的利息到底多少 給高雄市民聽聽嘛 你是不是針對我的問題來回答 再來是 你這些蚊子館 一年維修費用多少錢嘛 你一年現在可以還債多少錢嘛 我這樣講到這邊就好了 負債是40嘛 賤賣土地也是40嘛 然後一年的維修費用 到底多少錢 你可不可以趕報出來 你一直跟人家講說 我們這些年 然後又是說 你成績怎麼樣 什麼誰揚秋心 什麼可靠 你們都自己人在玩的 館長想請問一下齁 這20年來 高雄都誰在執政 這20年來是誰在執政嘛 好都是民進黨嘛 你知道他回答他說 楊秋心欠多少啦 誰欠都是民進黨的人 然後最後才交給陳菊 你們都自己一家子人 你們一家子人 把高雄搞了負債 你說不干我們的事情 然後現在他媽的說我在抹黑 你們現在派出來 還不是你們自己人要出來選 你們20年來 你們20年來在那邊執政 誰欠的誰欠的誰欠的 然後那邊新聞還說 國民黨時期欠多少 還在講國民黨 是不會這樣啦 我們說真的啦 我們說真的啦 你們為什麼選舉都不說 我們可以給台灣人民 帶來什麼經濟效益 我們要怎麼做 整天我的意識心態 一定要選我們民進黨 選國民黨就是民主退部黨 民主會退部的 幹你們只錢賣的 你們現在你們在做 你們叫民主進部黨 還不然要多進步啦 幹麻煩 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沒有人要還 我們再拿一個 我們再拿一個 最白癡的比喻啦 肯定館長的啦 國民黨的確做得非常爛 我們拿好農賓 來當一個範例 台北市好農賓 當了市長 負債一千多億 柯P上去接四年 還了五百多億 一樣吧 柯P只做四年 還沒四年還沒做完 還了五百多億 我今天想要請問民進黨 高雄執政快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前國民黨 你們做了快三十年啦 四年人家可以還五百億 你三十年還了幾億 沒還 不但沒還還增加了 現在到了兩千多億 你一直打人家說 還錢很簡單啊 你看喔 所有的政黨候選人都說 柯P還錢沒什麼 因為柯P這次大主要政見 所有民進黨 所有國民黨的 都在攻擊柯P說 你還錢沒什麼 還錢沒什麼 你都不拿大稅錢來還錢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是垃圾藍綠黨 你們這兩黨垃圾 垃圾國民黨 跟垃圾民進黨 你可不可以回答館長一個問題 人家好不好也還了五百多億 每個縣市都在舉債 你們好意思講人家喔 為什麼他做是還債 你們別人做是舉債 就這兩個 我想請問一下 他做是還債 別人做是舉債 然後你說 還錢又沒什麼 我還錢沒什麼 看看高雄 沒什麼嗎 怎麼不還 然後每一年他媽那麼多的利息 你是他媽的利息 跟哪個銀行界的 我們要調查一下 你背後有什麼陰謀 勾結 還錢沒什麼 結果各縣市都舉債 為什麼人家還錢你算負債 唉不要再講什麼好龍一鷹以前怎麼樣了啦 那些人你還會信他喔 我覺得台灣你們到底怎麼了啊 你們為什麼不換別人來去 你們為什麼還信他啊 為什麼你們都會去信什麼 國民黨還回來台北執政啊 我真的不相信耶 我真的不信他耶 我真的不信他們耶 他們這些人都是舊時代的產物 都是我們那個時代的產物 館長知道嗎 20年前館長出來到現在 你們為什麼信他啊 如果這些人真的他媽的沒有貪污喔 沒有拿這些錢喔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當官啊 為什麼你們還信啊 信什麼好龍兵 剛剛看到你們講好龍兵 講他媽的這些城局這些人 為什麼你們還信啊 你們很多人都沒有實際上超過金流 跟這麼龐大的金錢 館長都 我的健身房雖然是小規模啦 但是也是好幾億 一個最基本的東西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要建設是必須要有 獲利的 那如果是公共建設 是必須要人民有感的 比如講我建設公共建設 人民可以享用到的 很多人都拿這個 然後叫兔館長 公園公共設施 你跟我講營利 公園公共設施 有必要建成這樣 高雄人啊 你們認同這句話嗎 我相信高雄人很多不認同 我還是說 什麼叫公共 什麼叫論人 錢應該要砸在人身上 錢應該要砸在人身上 而不是砸在那些 一直建一直建 為什麼今天要一直建這些東西 你沒有腦袋裡思考 沒有建設就沒有回扣可以拿 這是公開的秘密大家都知道 當然我尊重大家的選擇 你喜歡好龍兵 你喜歡國民黨 你喜歡民進黨 可以啊 選舉完了大家熱情就減退了 大家還是好朋友 一家子人 媽媽支持國民黨 爸爸支持民進黨也有啊 女兒支持柯P也有啊 一家子的人 台北市場選舉他媽三個人 兒子爸爸媽媽 爸爸投國民黨 媽媽投民進黨 兒子投科P啊 也有這種 也有這種啊 可是他們也是一家人啊 我們是一家人 但是我們的理念不一樣 就像說 你們是我的粉絲嘛 你們來看我東西嘛 何必來二言相向 我什麼 我頂多說 你們幹嘛支持他 我會說 館長幹 像這樣二言相向就是說 館長幹 你那隻賣的 你他媽就是中共來的 你才會支持國民黨 就來 我支持韓國瑜就說 就罵我是中共 中共拿多少錢給你 結果幹你娘 前陣子幹你娘 我跟 我跟他媽的 中國雙民開戰 現在不敢講話啦 這個幹你娘的 館長跟 大陸鄉民開戰 然後還嗆說 我不要去大陸做生意 好啊 你再這樣 我是大陸派過來的 沒話講 然後又說 館長支持侯友宜啊 支持他媽的 韓國瑜啊 一定是國民黨 結果他講到科P的時候 我說科P真的讚 台北市不能沒科P 一定要投科P 國民黨民進黨都免了 現在又講不出話來了 館長這個到底什麼小 他到底哪一檔 好 攻擊不到人 現在攻擊我個人的智商 館長 這智商是弱智啊 是你弱智啊 是我弱智 高雄舉載怎麼樣怎麼樣 哪一個城市不用舉載 各位喔 你不要講那個話 借錢真的不是好事 如果今天我們老人長照 跟小孩的照顧 你有一天會變老 或是說你現在年輕 你有一天會生小孩 各位知不知道高雄一年啊 搞不好這些欠的利息 加上這些場地的維護費 就可以免費的供這些小孩子的營養午餐 就可以免費的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就可以免費的去照顧這些老弱商產 就可以免費的照顧這些長照 大家知道嗎 我們政府絕對不會把錢花在人身上 為什麼 花在人身上沒辦法貪污嘛 你還不懂我在講什麼嗎 你醒醒好不好 你醒醒好不好 你為什麼一定要 來一年比如講說有100億的利息 然而這100億的利息呢 我們花在人身上 花在各位身上 各位身上 生小孩我補助 上學補助沒關係 因為我們沒有負債 我們高雄市政府沒有負債 我們的稅收我們拿來補貼 老人 老人看醫生啊 年輕人啊 就業啊 可以輔導啊 小朋友他媽的托兒 長照托兒啊 營養午餐啊 大家當爸爸媽媽的多輕鬆 當爸爸媽媽喔 我今天講一句話 我今天講一句話 我相信大家絕對認同我 我們今天平和一點 相信大家絕對同意的 就像館長一樣 館長是三生有幸啊 這麼多的粉絲支持館長 館長可以開健身房 可以賣衣服 我日子比大家好 這我承認 但是你知不知道多少的一般家庭人 上有老母 下有 下有七小 你不信 我當天聊天室裡面有很多人 我現在講到大家的痛處了 上有爸爸媽媽都老了 下面有小孩子跟老婆要養 我相信很多人的問號跟我一樣 你每天出去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 回去就是照顧媽媽爸爸 照顧小朋友跟老婆 然後你也會跟我一樣的問號 幹你娘欸 你整天在見那個見那個 幹你娘我們這些人欸 我爸爸媽媽需要照顧 我小孩子需要照顧 如果你政府可以幫我照顧這個 我一個月可以省他媽媽一萬多塊 我是不是生活就比較充裕了 我想這個如果我講的沒有道理的話 你可以罵我 政策不用人身上 老是要建那些 我們捷運再來建啊 捷運再多幾個站啊 輕軌啊 輕軌外國沒在用了欸 先進國家不用那種東西 來再建下去幾百億幾千億 這是然後維修費用 一年又他媽的好幾億 我一直在問說 這一些損益到底能不能平衡 你跟我講公共建設 什麼叫公共建設 我認為用在人身上 才叫做真正的 我相信有一天 你可能年輕人 現在還在民進黨萬歲 台獨萬歲 來 有一天你娶老婆了 你小孩要 每天他媽的喝奶奶 尿一泡尿 一個尿布 一箱多少錢的時候 你就會跟館長一樣的想法 幹你娘幾百 又再見這些東西 奇怪啊小孩子 就像我們新北市啦 你生一個小孩領個兩萬塊之後 就懶叫了 就沒有了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支持哪一黨 我都沒有意見 因為這是一個自由的年代 我們是台灣嘛 這是一個自由的年代 但是你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長照不夠錢的 去砍人家那種公務員的薪水 軍人的警察的消防的 沒有理嘛 這沒有理嘛 我又要講到這個了 你賺人的錢 結果你負債比那麼高 錢也是那麼高 你這些年紀都頂口去應付 這些退休人員的錢啊 大家我再講一次 如果今天全台灣政治人物 這些國民黨民進黨 不要這樣亂搞 我們這些年改也不用改了啊 健保也不會倒啊 國民年金現在也要破產了 老保也要破產各位知道嗎 政府拿我們老保的錢去投資 結果他媽現在賠光了大家知道嗎 都是政府在搞的嘛 不管國民黨民進黨 我們都不要講 我們這些狂熱的支持者也好 你怎麼拿去什麼小子吃 都可以吃的 你做政治的幫你吃 幫你吃 幫你摟 幫你攤 你去改年改 人家說公務員混蛋 公務員怎麼樣 館長拿一個軍人來當比喻 啊軍人很良啦 什麼你去當 為什麼大家去當軍人 當年啦 好假如館長今天跟你講 那館長講話算話嘛 我們來打一個比喻好了 你現在當我員工很苦喔 你每天被阿管操 然後每天出去外面接客人 然後我跟你講 可是我跟你講 你在我這邊做滿20年之後 我每個月 你退休回家之後 我每個月給你8萬塊 你 你忍下來的 你每天被我幹 你每天做得要死要活 做牛做嘛 做了20年 因為當初我跟你講 如果你加入我 你20年之後 我一個月給你8萬 你在家裡面 所以你每一天 你都要忍 幹你娘勒 這個他媽的當兵 他媽雞掰 人家現在 這個時間在家裡打手槍 我在那邊戰哨 哇人家他媽的 30歲你 你當兵當到30歲 人家這個時候在家裡 天倫之樂 抱老婆抱小孩 天倫之樂 你還在那邊戰哨 夜色茫茫 星月烏光 預備唱 幹我忍 因為 我相信忍20年之後 我 一個月就可以有8萬塊 我為了我的家人 我為了我的小孩 我為了我的老婆 我忍 20年經過之後 政府跟你說 你現在剩3萬喔 啊 可是我忍了20年 沒辦法 我們政府不夠錢啊 我政府沒錢啊 沒錢 然後一直舉戰 可是要見輕軌 人 人怎麼辦 可是要見這些公共建設 人耶 人耶 你騙了人家20年的青春 我有當過兵耶 我當3年半就快要中風了 我 他媽的那些 當25年的怎麼辦 你騙人家進來 你給人家這些條件 消防員警察咧 你說軍人是米蟲 消防員咧 冒著生命危險衝火場那一個咧 警察咧 跟歹徒搏鬥的那一個咧 那些人都可以辜負他們 是這樣子嗎 這就是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一年是花多少錢 你說一年一百多億 嘿嘿 不好意思 你高雄舉債一年就一百多億的利息 還要講是不是 你還要嘴是不是 又要嘴這個東西 我們要站在同理思考 跟人家講 如果今天我們不要講說你是軍公教 你來跟館長就好了 館長當初答應我 我跟他20年給我多少 我後來跟你講 沒有啦 我沒有辦法這樣 我會破產 結果我繼續買防彈車 你會不會想要殺我 我繼續他媽的吃法國餐 我繼續他媽的 我的薪水都沒有動 我地位一樣領多少 我總統一樣拿多少 一分都未減 可是你替國家服務過囉 我就他媽的消你的利息 消你的他媽的存款 消你的他媽的待遇 可是當年你是怎麼樣騙人家進來的 還有你一年高雄負債 這些負債一年多少錢 你現在再跟我講一下舉債沒有關係 這不合理啊 舉債怎麼會沒有關係呢 我看3D下面都說舉債是必經的過程 舉債怎麼會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再來問 今天如果舉債 大家冷靜冷靜 如果舉債高雄可以變得更好 今天民進黨大家沒有回去批評他 比如說你舉債建設是為了高雄經濟 我舉一個債來建一個國宅 讓年輕人免費入住 讓年輕人可以安安心心拼事業 高雄就不會現在270萬人 搞不好500萬人進駐 他就活水了嘛 十一住行育樂攤販 智農工商都在高雄都賺得到錢 我打個比方給你們聽 在高雄都賺得到錢 可是不是勒 你這20年的建設只有舉債而已 還有每一年的維護費這麼高 高雄人一直北移 一直跑走 然後你國家的福利一直削減 健保要倒了老保要倒什麼要倒 好沒關係 你還舉債嗎 你現在在跟我講舉債合理嗎 不合理啊 你舉債要可以還債 舉債是說 我今天就像館長舉債 我拿來我自己當比例 我今天開了一間健身房 我是負債 我前天出去了嘛 我錢都花光了嘛 我是負債 因為我賺不回來嘛 我會做嗎 我不會做 這就叫做我們是生意人 可是今天換一個政府 我不管今天有沒有錢我都要做啦 反正銀行會借我錢嘛 後面的市長喔 後面的人後面自己扛 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是這樣耶 我先賺再說啦 我先砸再說啦 我先花再說啦 這個東西有沒有效益 他根本不評估的 他評估的是自己口袋 還有自己下面的人 有沒有錢可以拿 真的是為民做事嗎 不對 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一樣 不對 不是為民做事 這幾年各縣市都是一樣 我們今天去做生意 我們賺不了錢的 我們會倒耶 今天政府舉債 後面的人收爛尾 你家的事啦 反正我出了事 我再來扯國民黨20年前就好了 怕什麼 我再來意識形態就好了 不然今天小英又出來講 我跟你講小英你不要講話了啦 你越講話齁 陳其邁也越選不上啦 你越講話這五都都很危險啦 今天這兩天小英說什麼 小英說如果國民黨什麼候選人中了之後 幹你還會阻礙台灣民主進步 蔡英文啦 你上來答應的事情 你沒有一樣做到的 你是民主退部黨 第一 你前置言論自由 在FB上面 還設立他媽的監聽 國安局還介入調查 調查人民對你的謾罵 這是第一點 什麼叫不自由 國民黨也不敢這麼做啊 你做了 你做了 第二 我們的人走不出去賺不了錢 你合約不簽 這你要不要負責 第三 還在國民兩黨 現在是你們當政 立委過半 你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通過了多少把條 只有一張S紙可以交代 八千八百億破灶 還有綠能 風電 核能 你寧願讓人民吸那些空氣 空污 也不願意啟用核電廠 全世界先進國家都在用核電廠 你為什麼不用 然後傳導錯誤的觀念 說用核電台灣會爆炸 幹你那隻雞賣咧 你看看外國死了沒 一度電 一度電 來我跟各位講 如果現在我們用核電的話 你家電費全部都便宜了啦 不會像夏季怎麼媽的 講到那麼貴啦 館長一個月三十萬啦 一間館要三十萬 的電費 我最幹 如果今天他用核電的話 一度是兩塊 甚至一度是0.5塊 大家知道你現在用的一度電是6塊 你知道嗎 光是這個電的問題 你民進黨就被電爆了啦 還有你跟人民講說 不會進步 來 你上去 你當時候你的政見 你上去之後 你答應人民的事情 第一個拚經濟 你拚不起來 第二個你他媽的賴清德 跟你常常都在說謊 人民年所得多少 台灣現在二十年來 最繁榮的 人民賺最多錢 都你們講的啦 我有亂講話嗎 我有亂講話嗎 第三個 你說體育改革 大家喔 試運剛辦完 你上去選手頒獎的時候 我們要支持體育改革 體育改革 現在所有的體育的協會理事長不起訴 你體育改革在哪裡 我們台灣選手未來運動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體育改革 沒有體育改革啊 體育改革在哪裡 第二個司法正義 今天又出來一個新聞 七歲的女童 被法官認定是合議性交 你再跟我講一次 這叫司法正義 台灣的恐龍法官太多了 你猜我們為什麼不改 大家知道嗎 今天一個七歲小女孩被強暴 法院判決說她是合議性交 所以她只判她未成年 她只判她四年 你的女兒如果七歲被強姦 她對方法官只判她四年就可以出來 你會怎麼樣 七歲 這個小女孩一輩子身心受傷 七歲 七歲被強姦 我們的法官判 其實有四年 七歲的 七歲的 這政府瞎了是嗎 你的司法正義在哪裡 還有這些殺人免死 你主張廢死的蔡英文政府 請問你這是民主退步黨還是民主進步黨 你說選國民黨會造成我們台灣的退步 我需要做理就在讓台灣退步啊 殺人一大堆免死耶 一大堆耶 一大堆耶 會生出惡魔 會生出 我再來很快速的講 我這兩天這三天 我老婆一直說她很難過 要看那些新聞 大家知道這兩天有一個重大的新聞嗎 一個二十歲的一個媽媽 坐酒店 把她兩歲的兒子關在廁所 活活餓死 大家 這個喔怎麼醉 這個到時候看這個一定又輕盤 大家知道嗎 兩歲的小孩是什麼樣 你知道嗎 我想看我兒子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看那個新聞之後 趕快去抱我兒子 把他抱在我胸口裡面 我兒子快三歲了 他現在吃飯還是 兩歲的小孩耶 他給他吃什麼 兩歲的小孩還沒有行為能力 兩歲的小孩還是要喝奶奶 還有那個同居人 你們都是畜生是不是啊 人家常常 我跟我老婆講 你會看到外面有家暴啊 打小孩 我覺得那個現在是天使 打小孩那個小孩會長大 還會給他飯吃嘛 你這個比打小孩家暴的人 還餓值一百倍 一千倍 你就是個雜碎 你就是個畜生 我打小孩我要給小孩飯吃耶 他把他關在廁所裡面 關到餓死為止要關多少天 這個人他媽的是有沒有人性啊 然後給他吃剩下的米飯麵包 丟在那邊他會吃嗎 兩歲的小孩 會吃一大東西吃 我真的是看到真的是 兩歲小孩很多都不能吃啊 各位上去Google一下 沒生小孩的去了解一下 一歲到兩歲都是喝奶奶 我會給他吃一些副食品 因為到兩歲多的時候 才會慢慢的給他吃飯 而且要吃粥 而且每個小孩都不一樣 有個小孩他比較 你沒教他的 他行為比較差的 像我家 像我的Baby 他這個學習比較遲緩 像新聞也報 那兩歲小孩子 因為他從來不跟他玩 他從來也不理他 學習遲緩嘛 他也從來不抱小孩 去他家也沒有辦個玩具 他媽的太誇張了耶 大家知道嗎 這個叫做倫理道德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種人出來 因為我們的法律太過於輕判 我想問一下喔 你他媽的 你那個同居人是畜生是不是啊 大家知道嗎 他有一個同居人 就是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兩個是同居人 住在一起的 你他媽的視小孩而無誤嗎 這個媽媽不會當媽媽 你有沒有人性 看他小孩子在那邊活活 餓在那邊 居然他也視而不見 兩個都視而不見 同居人也視而不見 兩個人可以這樣讓小孩子哭 他說為什麼要把他關廁所 小孩子哭嘛 哭就把他丟廁所 就一直丟在裡面 這個小孩子他是從小 就住在廁所耶 這個多可憐你知道嗎 我老婆一直哭啊 我聽到我也是 覺得 如果今天是我的小孩 一直被關在廁所 冷冰冰的廁所 還沒什麼 還沒給他衣服穿 就吃 剩菜剩飯 他說 他把 他說要怎麼養小孩啊 便當吃剩的丟進去啦 門關起來 小孩會自己拿東西起來吃嗎 他才兩歲耶 兩歲有了小孩子 還走路會跌倒 還要用爬的 活活把他餓死 這不是畜生 這是什麼 這兩個人你還有 你這兩個人你還有資格活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人今天沒有道德 就不是人是畜生 你就不是人類 你就沒有辦法享受人類的權利 你沒有辦法享受人類的權利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法律沒有道德觀的時候 我在路上看到你我算是打死你 我都沒事 可以嗎 我們就變成這種世界了 要強姦誰就強姦誰 要殺誰就殺誰 要幹誰就幹誰 要欺負誰就欺負誰 全球大贏 理論道德這些東西全部丟旁邊 那我第一個一定打死你 我在這邊最後一句話 愚重心腸跟各位年輕人講 我不是贊成墮胎 但是如果你跟你女朋友有了 你認為 你不適合當父親 你認為 女生 我在這邊跟女孩子講 你認為你還沒有準備好 你去拿掉 現在手術很快的 現在手術很快 你一個月發現 馬上去拿掉 沒什麼事 吃藥就可以拿了 不用去吃 你把我拿掉 也不要生出來 活活虐待他 你還 你拿掉他還沒有靈魂 他還沒有知覺 你他媽生出來 幹你娘咧 讓他餓死 這個就他媽的天地不容了 他媽真想把你們兩個關起來 活活餓死你們兩個 臭馬子 媽的幹你 虎都不食指的 動物都會找 老虎這麼兇狠的 這些窮兇二級的生物 這些動物 都會找飯給自己的小孩子吃 何況是個人咧 我臭你媽的 你比畜生還不如咧 我最後愚重心長跟大家講 大家要有道德觀 要從善 從善意去想 但是遇到危險 遇到脅迫 遇到霸凌的時候 我們要勇而挺身而出 對抗邪惡 對抗勢力 所以人一定要兩個面 善良 與惡魔 天使跟惡魔 每一個人都要兩個面 當你 出來對抗惡勢力的時候 你要比他還要惡 當 你看到 不正義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跳出來 你要從善的方式去做 這樣我們的社會 才會更加的像一個社會 我們這些遺憾的事情 才不會發生 這個社會 需要你我 一起 共同的 共同的 把它炒良善的方式 去走 不管是民進黨的朋友 國民黨的朋友 阿管在這邊講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要團結 你可以罵我 在政治立場不對的時候 你可以罵官長 沒有關係 但是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必須要團結 選舉過後 我們還是為了明天的一頓飯 一碗飯而努力